她拥有歌坛最强大脑 本是歌坛警局最有前途的物证观和智囊库 但是她却因为一个女人而逐渐陷入癫狂 成为歌坛超级大反派 这个女人是谁呢 她就是警局档案室的管理员小柯 她虽然拥有很高的智商 但是在情商方面却差强人意 为了给小柯留下深刻印象 她主动提出为小柯整理档案室 但是小柯早已经根据自己的习惯 将文件进行了整理 于是礼貌性的拒绝 见小柯不同意 谜语人只好作罢 但她有着强烈的强迫症 于是在小柯走后整理了起来 果然谜语人的摆放方式 给小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来小柯对她还有点好感 这下好了直接变附属了 虽然这次失败了 但是谜语人还是决定再试试 于是她写了份情书交给了小柯 但没想到 情书出现在了小柯现男友的手中 最终在同事们的嘲笑声中 默默离开 其实如果是你的情书 被你暗恋女生的男朋友读了 你还会继续喜欢这个女生吗 我可能不会 但是谜语人肯定会 她是一个越挫越勇的男人 同时也是一个自作多情的男人 这天她私自进了验尸房 遭到法医的举报 警局直接将谜语人开除 她去向小柯告别 因为马上就要见不到自己 心爱的这个人了 但是小柯接下来的话 让她重拾斗志 小柯说 我很遗憾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 但是我希望你能不走 本来就是一句普通的客气话 但谜语人听后 就以为是小柯在担心她 甚至误认为小柯喜欢她 于是她决定留下来 晚上下班 法医来到更衣室 准备打开自己的柜子 突然 最终在谜语人的推波助栏下 法医被开除了 而她则留了下来 她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柯 而此时的小柯 正跟前面说的男友闹分手 谜语人见机会来了 就跟小柯说 那个男的一看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她就是产你的外貌和身材 这种人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 小柯听后点点头 此时的谜语人觉得自己行了 小柯听自己的话了 自己的机会来了 第二天 她就带着一束花 准备找小柯晚上一起吃饭 但造化弄人 谜语人撞上了小柯的新男友 这才一天呀 男友就换了 愤怒的她 直接将花扔进了垃圾桶 她决定再也不会对小柯动心了 但几天后 当她看到小柯受伤的伤痕时 她还是压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怒 即使小柯极力解释 是自己碰的 但是谜语人却下定了决心 因为她这个人 你可以肆意地嘲笑她 这都没关系 就比如读情书时 说她是怪胎 她也不生气 但小柯相当于她的逆龄 她不允许别人伤害她 于是 生性末弱的谜语人 第一次鼓起勇气 找到了小柯那位身材壮硕的男友 Officer Doherty, a word